我覺得這個綠營的人士 想要去找韓國瑜的茶 真的不要心太急 台語說吃快就會破 就是你心太急的時候 一定會出錯 我覺得他們有一股風要帶什麼 就是說韓國瑜的執政 他是沒有美感的 是沒有質感的 然後用的藝人又是老藝人 然後就沒有幫高雄 帶出什麼新氣象 有一股風象要一直往這邊帶 所以一直去嘲笑說 你早的帶閻人 怎麼是老口口 平均那個在年齡幾歲 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 這些藝人誰是誰 就是一直想要帶這一股風象 所以在這一股風象底下 他又開始去炒作 恭賀欣喜這四個字 沒想到沒有炒作成 然後倒打自己一把 坑洞其實也是 就是還搞不清楚狀況 就急著要出手 我覺得綠營會出錯 通常都在這個時間犯錯 包括未來的質詢 就是這個 麗娜你們要開這個臨時會對不對 很多人已經磨刀禍禍了 我記得昨天同台的王世堅 他說他對柯文哲其實是很仁慈的 觀察三個月才開始下手 我要提醒一下綠營的人士 現在剛剛秀玲已經講了 韓國瑜還不到30天 22天 對…你這麼短的觀察期 你如果就要出手 難免有時候可能會打到前朝 因為你指引的這個點 可能是花媽那個時候 做的事情未完待續 可能是那時候延續下來的 會打到自己人 所以真的我覺得作為一個 高雄現在綠營 作為一個反對黨 你監督沒有問題 但是你的監督 一定是要根據事實 根據你掌握到的一些關鍵證據 你再來做質詢 如果不是 你想要先射箭再畫吧 我覺得可能自己 不見得會逃到什麼便宜 因為大家都看過 韓國瑜對戰的功力 他當時只是一個北農總經理 王世堅是這麼資深的議員 兩個對戰起來 他完全一句問世堅情為何物 就把他打趴了 所以所有綠營的議員 磨刀霍霍的 最好你真的是自己 有三兩三的功夫 要不然不要上兩三 他的執政大家沒有信心 本來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你選前講那麼多 這個看起來有點虛無飄渺的政見 可不可以落實 但是我覺得他當選之後 他沒有在這些事情上打賺太多 以剛剛我們講到的 他開始懂得去拜會企業的大佬 這個就是代表說他知道 高雄不是只有光拼觀光而已 因為之前綠營也一直批評他說 你只會搞觀光 觀光才佔整個高雄的 實質的GDP 這不到5% 你怎麼幫大家拼經濟 我覺得他自己心裡 好像有一把尺 他知道說觀光當然需要拼 然後你說這個衛權隆弱復活 這是一種運動經濟 他又讓他的多元性再加上一層 然後企業的投資招商引資 他也覺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一些過去表態 支持綠營的企業 我覺得韓國有個好處 他滿會話題為由 就是過去跟他採對立面的 他都願意去請益 然後虛心受教 然後把他拉進來 變成是整個高雄的團隊的一員 我覺得他這個態度 是在很多政治人物裡面 我覺得少見的 但是也值得大家學習的 真的 你要執政 你就是敵人要少一點 朋友多一點 所以即使過去立場不同 你懂得行義敗會 大家也就接受了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 大高雄的團隊 但是韓國以外 會不會有挑戰 我覺得還是會有 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大家這一種 綠營的人是一個要拉他後腿 一個要拉他的手 一個要掐他的脖子 就大家這樣子 這個巡猴攻之的時候 他還是會有一點被拉住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高雄市民 可能要一個認知 高雄今天學了韓國瑜 要翻轉 要改變 我覺得支持一個市長 做一個對高雄好的事情 如果這一股力量一直在的話 即使反對黨有一些 可能不同的聲音意見要拉扯他 我覺得都不會形成是一個主流 這一點如果韓國瑜可以把握住 我覺得他可以很有節奏感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施政 包括他其實很善用 像莉娜這樣子的市議員 他還派他去新加坡 賣農產品 對 我覺得這一招 這棗子也要賣過去了 我覺得這一招也很好 因為韓國瑜他就只有一個人 大家都看到他太累 但是他怎麼樣善用他的團隊 包括如果連市議員 他都把他視為 是他執政團隊的一環 適度的分工 我覺得整個高雄 是集體作戰的 他應該還是可以做出一番成績 民進黨的兩套標準 很多事情都兩套標準 但是我覺得你在上台22天 不是上台 上台以前就開始黑了 比如說很多造假的一些新聞 像比如說他剛上台的時候 就說什麼他的就職日 要求高雄醫學院裡面的 工作人員要到場奉茶 這個韓國瑜官威好大 零零總總 這個我覺得就是顯示出 今天民進黨就是把韓國瑜 當成未來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這一點其實不奇怪 從馬英九時期就是這樣 從馬英九上台第一天開始 民進黨各式各樣的 總動員的攻擊就已經開始了 這是民進黨跟國民黨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在 當民進黨的自己人 蔡英文上台的時候 就怎麼樣 才做三個月 給他做做看 不要這麼說不起 但是當不是民進黨的 自己人的時候 那各種說不起的話就來了 包括製造假新聞來黑韓國瑜 都是其中一點 我覺得其實這個 我再舉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像新倔江商圈 那個時候 倔江商圈是私人的 是商家自己的 立了一個韓國瑜的力牌 這個時候就不得了了 這個韓國瑜超級沒有質感 高雄的質感都被你們毀於一旦了 我們現在要從高雄離開了 我們要北漂了 那時候高雄市政府花了公堂 用很多的公堂 用城局的頭像 到處在做城局的一些廣告的時候 所有的推廣的市政 都有城局的頭像的時候 我想議員應該很清楚 這個時候有沒有美感 這個時候就不要講究美感了 這個時候就不是幫這個 市長自己推廣 所以我說很多事情 不要兩套標準 更何況新倔江商圈 當這個東西被人家罵說 沒有質感美感以後 絕交商圈說 這是我們私人花的錢 這不是市府花的錢 越罵是不是 對不起 看板換一個更大的 就是充分打臉這些酸民 我覺得今天就是選不到 然後就拚命的奚落人家 你要批評沒有問題 我們市政本來就是要監督的 但是請你在監督在點子上 而且你不要用造假的方式監督 我覺得我很同意 剛才這個王宏輝議員講的一段話 就是說今天你當然說 我們不要分藍綠 我們就是拚經濟 但是我認為未來 民進黨會把所有高雄 施政不利的地方 包括今天像這個有洞 沒有鋪好 水泥沒有鋪好 天坑沒有鋪好 都已經在黑說是 你韓國瑜沒有鋪好 明明是過去 陳菊時代的一些作為 結果現在全部黑到韓國瑜身上 所以這樣的黑心話術 不會減少 未來只會越來越多 而當你面對這樣的 黑心話術的時候 如果你又用了前朝的官員在裡面 而沒有辦法去釐清責任 歸屬的時候 對不起 你韓國瑜就會每天 每日一打 每日一攻 你的聲望會慢慢的掉下來 這是他們的一個很明白的計策 今天人家就說你施政要有成果 你切斃要不要有成果 受援要有成果 老百姓為什麼希望你輪替 希望你把前朝的步伐 統統攤在陽光下 讓大家知道 這個不是光是要給 經濟上的一些紅利果實 你還要把揭蔽的弊端 讓老百姓了解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負責任的政治人物的作為 因為你太工太工 假設這些東西都很虛 很弱 就打不倒他 反而使他更強 對不對 當然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點上 因為我也常常去上一些綠色媒體 就是說坦白講 他們現在新聞比較淡 因為找不到人修理 韓國瑜才上任二十幾天 他們也要找議題 所以太空太旁 譬如說剛剛講那個天坑 對不對 就打到自己 這個是張飛打月飛 明明是在他就職前補的 你現在要黑他 這個我覺得政治工坊難免會有 媒體間或是政治人物間都會有 你就打歪這件事情上會有 對 你不能歪樓 你打到自己 那就很糗 光喝心情 我剛剛本來要講 這也是求必了 光喝心情 總統府 我剛剛才上總統府的網頁 四個大字 光喝心情 還有三隻小豬 這是今年蔡英文要的 春年的slogan 對 他今年不要那個什麼 自自然然什麼 我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可以打 為什麼沒有人去 總統府去留言 說你也是 也給蔡英文抹紅一下 所以這是兩套標準 光喝心情到底為什麼 跟中國接軌 真的也不懂 可能是那個 為了抹紅都可以講出來 可能是紅底金色的字 春年不都紅色的嗎 因為是兩岸共同的語言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是說這種攻防會有 但是不能亂打 譬如說前一陣子大家記得嗎 李嘉芬 就是韓國瑜的太太李嘉芬 他就參加那個公益活動 我也是在友台 然後他們就把這個大作文章 啪啪啪啪 外戚干政 對 外戚干政 結果我拿了兩個例子出來之後 他們就不敢講話 為什麼 如果你去比照過去那個什麼 陳水扁 他執政的時候 他當總統的時候 吳淑貞他也曾經去 參加公益活動 然後內政部相關的官員也到了 甚至吳淑貞還帶隊 有一年帶隊殘障奧運會 他還是團長自己帶隊去 體育署的官員也是隨著他去 這個很正常 尤其是公益的活動 所以說像是 我一直說那為什麼 你為什麼一直把韓市長比總統 對 坦白講 你說政治人物的另外一半 哪怕是里長的夫人 他去做公益活動 你要去批評他什麼 你還刻意說要去干政 當然你就是要故意找閘 故意找閘我覺得OK 可是你至少要合理 你要讓人家能接受 就是您剛剛講的 就是說假設這些東西 沒打到要害 你反而讓自己講的就是 魏全龍的事情 我知道秀琳姐也是球迷 宗旨的球迷 我覺得現在宗旨大家要第五隊 第六隊已經講好久好久了 這是令人振奮的消息 對球迷而言 為什麼 因為四隊真的太少 打起來不夠精彩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很多事情 搭著寒風 寒流 好像很多不可能的事都變可能了 對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氛圍很好 如果韓國瑜能把高雄治理好 很多人願意來高雄 觀光 旅遊 定居等等都好 對不對 人口增加了 他球迷的量會增加 他就撐得起一個中職的球隊 所以說我說這個是連帶的 過去沒有這樣的氛圍 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不會看不到 看不到第五隊 第六隊 現在有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中職能 有第五隊在高雄 我敢說這個什麼 韓國瑜這個票會增加很多 因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這個是國球 台灣的球迷非常多 我覺得這一項 這項高雄人有歸屬感 有一支他們自己的球隊 沒錯 這個很重要 這個也是他一個 很明確的政績 最後我要講 因為明年是豬年 你要講三支小豬的故事嗎 沒有 我是說 我就剛好講 就當然我們藍綠街 國民黨跟民進黨街 這個政黨街 本來政治上 本來就會有攻防 但是在豬年不要當豬隊友 盡量要神救援 像到目前為止 比如說你說二十幾天 你真的要打 也打不到什麼東西 就算要打 也要打得正確 打得準 打不準 最後就是打到自己 最後我同意剛才大佬講的話 事實上國民黨也很緊張 為什麼 韓國瑜的表現好不好 當然影響到國民黨的選情 不過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這一些 這一些的 不管是破糞 還是要抹黑 抹紅等等 這個都是什麼 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不是 你說這個是沒有美感 我們所有的紅包袋跟春聯 都請改一改好不好 不然都是沒有美感 沒有質感 我就不知道蔡英文 你的國慶日那種設計 到底有什麼美感可言 你那麼文青 請問一下自自然然 到底有多文藝氣息 多高尚 多高檔 所以我覺得用這種比較 這是步倫不類 最後罵到交通部剛好而已 請問一下 文靜 音樂 一開始 生